打架最英雄 24輛重機車隊出動 開到超威風 挺韓車隊 台北首場大遊行登場 韓流大型貪食蛇 這回現身台北鬧區 透過空拍至高點 百輛汽車加上機車 500名支持者沿路韓口號 路旁路人也興奮揮手力挺 儘管沒有主角韓國瑜 不用怕 支持者用熱情替他分進合集 一支穿雲劍 七天白日同心劍 跟韓國瑜一起來 為台灣來努力 這支劍也是韓國瑜 他喊出這個口號 把中華民國找回來 把國旗找回來 國旗衣帽標準配備 車上國旗貼紙更是不可少 還有支持者自製超大穿雲劍 遠從台中也要趕上來 而同一時間 韓國瑜傾聽之旅桃園站 車隊也輸人不輸陣 三十幾輛機車隊屌屌 其中不少還是參加完 台北車隊趕場力挺 而在楊梅後援會更有小驚喜 韓國瑜 倒斷 韓國瑜 倒斷 韓國瑜高中時期參加救國團自強活動 當時認識的同學現場相認 相隔46年再見感情依舊 從同學到庶民 韓國瑜超人氣魅力無法擋 北到南串起支持者熱度帶著氣勢直奔2020 記者臺北桃園綜合報導